捐血活动在中和秀山国小门口举行 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而新美市议员候选人张维茜 这一次也加入行列了捐出热血 她指出之前因为生产开刀 不过因为已经超过六个月可以捐血 因此决定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捐出热血救人 很多的朋友以为手术过后就不能够做捐血的动作 其实呢超过六个月以上是可以来做一个捐血的 那因为我之前剖腹下的关系 所以呢现在术后超过六个月了 我今天也抛出我的热血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捐血活动 而台北捐血中心指出 比起往年今年各大医院的血液需求量明显增加 而血库都是呈现缺血的状态 因此也呼吁民众能够踊跃参加捐血活动 有您热情的加入 才能够解决血库缺血的窘境 也才可以在紧急状态下进行救人 发挥应有的功能 中家新闻赵世渊卢秀娟综合唱报道